中四高级华文单元 五 昙花的启示 世间的花花草草众多 岔子烟红之中 哪一个是你的心头号呢 有人爱百合 有人爱莲花 我却独爱昙花 家里有一盆昙花 枝叶都很茂密 我最近留意到它 突然长出了一朵棕色的贝蕾 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由一个小指头那么大 长成了五寸的大小 今天下午 当我在注视它的时候 发现包在外面的那几片棕色的花瓣 已经倒卷 里面雪白的嫩瓣微微开启 根据经验 这是含苞待放的时刻了 家人立刻紧张起来 将花盆由院中移到客厅的桌子上 有人建议请亲朋好友来观赏 我则觉得不如让它悄悄地站开 再静静地谢去 让它那片刻宝贵的生命得到静力 更何况 昙花绽开的时刻都挑在夜晚 似乎是有意逃避白天的烦宵 所以 无论是红如还是白丁 我都没有邀请 只是静静地将这盆花摆在桌子上 在唱机中放上柴可夫斯基忧郁的地大调 小提琴协奏曲 然后泡一杯香鸣 静候它绽放 每一次我都想看看昙花开放的情形 但多半因是耽误了 这次我决心不再错过 于是我拿着茶杯守在旁边凝视它 看着那饱满待放的花苞 心头忽然对生命充满了神奇的感觉 这让我联想到生命的短促与珍贵 一朵昙花由盛开到枯萎 它美丽的生命不过是两三个小时 而我们度过的岁月 好像一声叹息 转眼成空 转眼成空与一线的昙花 又有何区别 若只是空活了七十年 回忆起来却是苍白贫乏的时光 还远不如昙花在一瞬间 绽放出生命的芳香 将它的美丽贡献给人 反而能在人们的记忆中 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呢 我默想着生命的意义 期待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神情逐渐严肃起来 当我在抬头看那盆花时 那个洁白的香气浓郁的新生命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 站开在我面前了 我出神地凝视这白色的生命 花瓣柔美而清零 有点像池中的白睡帘 但睡帘此刻恐怕正在梦中 与绿色的小青蛙跳圆舞曲吧 我熄掉室中的灯光 让清澈的月华流进来 昙花就像凝在萌萌的雾中 比睡帘更美 不 比什么花都美 雪白的花瓣 在农业的眼映下 如夜空中的一朵云彩 花朵的中心 伸出了一束细细长长的花蕊 弥漫着淡淡的幽香 因为她的生命过于短促 所以她美得那么迷人 那么令人窒息 当我凝视着她的时候 竟在不觉中 被空灵的气氛所感染 挣脱了凄迷的夜色 与忧郁的音乐的羁绊 与永恒的美融合在一起了 这一刻 一股无以言表的喜悦和成就感 涌上我的心头 这盆昙花 在我家已经好多年了 她用不懈的努力绽放光辉 换来刹奈的美丽 我回味着口中的香鸣 享受着难得的美好时刻 千百年前 孔夫子在川上约 逝者如私服 而我在凝视昙花的那一刻 只感叹时间仿佛停止了 那份美化成永恒 声词朗读 岔子烟红 莲花 谈花 贝蜂 贝蜡 汉包待放 静蜜 鸣 枯萎 花蕊 羁绊 词语教学 中四 高级华文单元 五 昙花的启示 岔子烟红 解释 形容娇艳的各种花 例句 一 现在是春天 百花齐放 到处岔子烟红 非常漂亮 莲花 解释 莲的花 莲 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生长在浅水中 地下精肥肠 叫藕 种子叫莲子 都可实用 例句 一 莲花出于泥而不染 象征纯洁 昙花 解释 一种长绿灌木的花 白色 多在夜间开放 开花的时间极短 搭配 昙花一现 例句 一 昙花是一种 在夜里绽放的花 花香浓郁 但只绽放一个晚上 就凋谢了 二 那个演员 只拍了一部畅销电影 就消失在荧幕前 他的成功 只是昙花一现 贝蕾 解释 含苞未放的花朵 例句 一 我种的昙花 虽然长出了很多贝蕾 但是只有两个成功 占开 含苞待放 解释 形容花朵快要开放的形态 例句 一 花园里的花含苞待放 过几天 你们就能欣赏百花盛开的美景了 静谧 解释 安静 例句 一 这里像个室外桃源 远离城市的喧闹 显得格外静谧 明 解释 饭只喝的茶 例句 一 前辖时 我喜欢一边品名 一边阅读 二 由于他喜欢品名 所以我把最好的茶叶送给他 枯萎 解释 干枯萎缩 搭配 草木枯萎 叶子枯萎 例句 一 最近天气干旱 院子里的花草都枯萎了 花蕊 解释 花的雄蕊和雌蕊的统称 例句 一 花朵还没有绽放 我们看不到里面的花蕊 羁绊 解释 缠住了不能脱身 束缚 例句 一 你要挣脱旧思想的羁绊 才能过全新的生活 二 他想要出国念书 但是家庭的羁绊 使他无法放心到国外去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